就告诉我具体是怎么找买这个东西的地方 我就去按照她说的 我就去买这些东西了 然而就在半个小时后 刘女士正在买东西的时候 医院来电话了 我正在看这个东西 这边我就接到那个小刘护士的通知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还是那种微信的语音打过来的 然后说的你快回来吧 那个这边给你大舅舅比试呢 然后就人就不行了 当时这个意思是现在抢救呢 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我把东西放下 我就赶紧开车往回去了 在回医院的路上 刘女士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表姐 说姐 那个我大舅不行了 我当时心情是特别着急 我急急忙忙的 就是给这个医院的这个刘 姓刘的这个护士 就给她打微信 但是呢一直就没有人接听 我平常其实在我父亲 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经常有微信的 而且每次这个接听都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这一次我就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人接我的电话 然后回到医院的时候 到四楼的那个 我大舅的那一城 我看走廊里面站了好几个人 不像是医护人员 他们穿的都是变装 有至少有三个男的 穿的变装黑色的衣服 然后我在往屋里面走 就是有医护人员 就是他们穿的公众服的医护人员 然后有一个医护人员 在给我大舅做那个心脏的爱牙 那个心扉的附属 然后旁边的医生就跟我说 说的我们现在已经抢救 那个我想当时他说的时间 应该是二十多分钟了 他说的还要再抢救吗 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抢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的我说的求求你们 我说你们再给多坐一会儿吧 我说我刚才走的时候 好好的怎么回来 这人就这样了呢 我说你们这别停吧 再试试 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位院长 穿西服的一个院长 然后他就过来跟那医护人员说 说的那个 就那个听这个小妹的吧 说的帮他们再坐一会儿 咱们理解这个患者家属的心情 再坐一会儿 然而杨大爷终究没能再醒过来 然后我说 试试 试